我奉聖父、聖子、聖灵的名, 阿们, 大家清楚?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基督受洗日 我的讲道是刚刚我所读的福音书里面 《玛丽福音》第三章十三节至十七节 我今天的讲题就是耶稣受洗的意义 而今句就是来自第三章十七节的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第一,我们要知道究竟马太福音 马太和我们讲耶稣的受洗 耶稣的受洗是什么意思? 耶稣的受洗在《新约》圣经里面 有一个非常核心和重要的意义在里面 因为四本福音书都要提及到耶稣受洗 而每本书都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这件事 马可在福音里面开始的时候 没有提到圣诞这个故事 而且直接进入耶稣的事工 介绍施洗药汉为他铺路 路加重复了很多马可所讲的大部分的内容 按照着马可的故事情节 但是忽略了就是没有提到我们这个施洗着汉 是穿着一个骆驼毛衣 用一个皮的扣带 吃蝗虫和喝野蜂蜜的开道者 若汉福音若汉强调的就是 就是圣灵像甲子一样的降下 但是停留在耶稣的身上 也没有提到洗礼的一件事 就是细节 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 当我们要今天读到的三章十三节至十七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件事是很突出的 就是其他三个福音书没有记载到的 就是施洗药汉和耶稣的两句的对话 就是在今天的十四节十五节里面 两句的对话 耶稣想要拦住他说 我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上我这类来吗? 耶稣就回答说 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你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于是若汉许了他 这两句就是马太福音所记载耶稣所受洗的特点 换句话 因为其他福音书没有提到这两句的说话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 施洗药汉其实是很尊重耶稣的 他都相信耶稣 也都知道耶稣是给他来自一个更高 更有权柄更有能力的 以至到之前的说 这个是在我之后来的 他就是在我之前的 他连他的鞋 我都不配帮他带的 我用水帮你们施洗 这一个比我更加大的人 就会用圣灵和火为你们施洗 这里说到他一见到耶稣来到 由加利利来到约旦河 要为他的 用意是特意施洗药汉 让耶稣去施洗 他有点差异 就答到我需要受你的洗 为什么你会来到这里找我呢 换句话说 约旦河认为耶稣 其实就不应该是 他现在在河道帮那些罪人 他当时施洗约翰 在约旦河旁边 帮着很多罪人 我们知道第3章开始的时候 他在传一个悔罪的洗礼 很多人听到之后 就去约旦河那里 施洗约翰施洗 这两句说话 看到施洗约翰就觉得 耶稣为什么 我来给他施洗 为什么他会来给我洗呢 就是施洗约翰觉得 耶稣不应该和 给他施洗这些罪人一起的 所以施洗约翰就出声 想阻止耶稣给他受洗 另外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 我来听约翰的施洗 施洗只是用水 刚才我说过 但是这个彼赛 将要来的彼赛 比他更加大的 会是用圣灵和火 来洗礼的御事 在这里说了 只有在耶稣的要求下 耶稣说 你暂且去我 即是你现在 我们先这样做 若翰才好像很勉强的同意 自己也知道 为什么我应该来给他施洗 为什么耶稣反而找回我 帮他施洗 好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听耶稣说 耶稣说暂时我们这样做 就为他施洗 让他们能够理当 尽诸般的义 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 究竟耶稣 为什么要施洗 若翰帮他用一个悔改的洗礼 行一个悔改的洗礼 就是我们要问的是 其实耶稣究竟有什么罪 需要施洗若翰来帮他洗礼 你暂且许我 这个答复句 显然暗示了 我们这个时间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先这样做 这句话 就跟若翰 不想为耶稣施洗 那是有矛盾的 我就不想让你洗 耶稣就说 我们暂且现在 这样做了他 进行了洗礼 现在 在此时 现在 这个字 也意味着 好像现在 我们先洗了 即是什么 将来好像会有更大的事 会发生 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说 不要紧 现在先做 即是什么 即将来 会有一个解决方法 或者将来 更加大的事 会发生 这个 现在 就是 为将来的事 好像铺了路 那样 让我们预知到 将来更加大的事 会发生 很多人 会承认 若翰的地位 是低于耶稣的 这个意味着 若翰要服从耶稣的请求 要服从耶稣的说话 就是 集职 帮耶稣洗礼 你当这样做 你当这样做 这一句话 你当这样做 并且没有造成一个很大的挑战 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们应该这样做 因为耶稣说的时候 以后 就是 即是 屎世与香港 现在 就是适合我们 在这个地方 即时进行 你为我屎世 有一件事 不清楚的 或者难明的 就是究竟 怎样为之 使我们尽诸般的义 讲回 其实讲一讲 是一个 如何应验 旧约所讲 先知所讲 而应验 这个概念 在马太福音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例如 玛利亚的成人 耶稣的出生 童年的成长 他能够 很熟经书的 应验了一个 旧约时代的预言 在第一章 第二章里面 你记住了很多的 耶稣 约翰出现的时候 即是满足了 这个 满足了旧约 对这个 施洗约翰 为一个铺路的期望 现在耶稣 要洗礼的时 将这个 尽诸般的义 就讲了出来 义在马太福音里面 也有另一个 值得我们去 用时间去思想的东西 义 很多人来说 以为耶稣 在一些伦理的意思上面 即是义 就是我们做一些对的 我们在法律 和道德里面 做一些要求 我们做到的事 就叫做义 但你们想一想 在这段经文里面 从来 应该说 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 从来是没有提过 怎样去符合上帝的要求 即是怎样 没有表示这个道德上 要怎样符合这个要求 就成为义 所以我们不应该来到这里 就讲义事 即是我们做一些 论理上 道德上 正义对的事 其实不是 因此 施洗浴汉 屈服在耶稣的请求 帮他洗礼 不是代表义事 即是施洗浴汉 肯帮耶稣洗礼 在那件事情里面 不是一个义事 更加讲 不可以说是一个 诸般的义 更加多更加大的 有可能耶稣指的是 上帝的子民 在历史上 他所预备的救恩 即是我刚才的义 不是在论理道德上面 是可能指在耶和华 对于他的子民 以色列人 在历史上 救恩的计划里面 出发怎么看 可能容易明白一些 随着耶稣的事工 的开始 即是他的受洗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其实他的事工的开始 直至到他最后 终极的一次 牵上自己的生命 十字架上面 完结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其实是映染了整执行 和映染了整个 在旧约圣经里面 耶和华预言了 拯救他子民的计划 又或者耶稣在以赛亚书 第五十三章 耶稣想在以赛亚书 第五十三章 十一节里面所说的 他说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并十三满异足 有许多人 因认识我的义 不得称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业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十一节里面 这里讲到的 好像和刚才我们所说的 有少少混合 相对的 混合的是 就是说 在神计计划里面 耶稣是将会执行上帝的旨意 顺服上帝 去执行他的旨意 他的付出 会有很多人得益 因为他会为很多人 他们的罪业而牺牲 在一个圣经学者 Leon Morris里面 写了一句说话 令我们也值得 在这个第三节里面 是可以思想下学习的 他说耶稣其实可以和施洗若汉 站在约旦河旁边 和约旦一起 约旦是为他铺路的 两个人见面之后 他站在一条河上面 呼吁人来洗礼就可以了 他可以和约旦一起 你们要有一个悔罪的洗礼 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 所描述的 所记载的 耶稣不是站在约旦旁边 和施洗若汉 叫罪人来洗礼 耶稣是怎样 耶稣是亲自 落到一条河里面 给一个为他 越被暴露的施洗若汉 去给他施洗 证明耶稣的出意 他开始的事工 就是他要与罪人的同在 要团结他们和他一起 在适当的时候 完成上帝所为他 预备的拯救计划 马太没有给到一个 很细节的解释 其实整个洗礼 是经历的 做了什么 没有说到 他只是给了一个 很细节的 洗完礼之后 所发生的事 就是我们知道 当耶稣受洗完之后 当他在水里面出来的时候 他说天打开了 天忽然为他打开 他就看见上帝的灵 仿佛甲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这个 上帝的灵 仿佛甲子降下 落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也要记起 今天第一次的经负 即是《以赛亚书》第42章 第一节的 我读给大家听 个看 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的 所拣选的 心里面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功利全给外邦 听到的就知道 当我们思想下 耶稣受洗在水里上来的时候 然后天忽然间打开 圣灵好像甲子的 看在他的身上 就意味着帮我听 《以赛亚书》里面说的 仍然多一次 这一个 仆人 是耶和华亲自扶持 亲自拣选的 亲自他喜悦的 亦都是 在下一节 当天上面有的声音 所说的 是混合的 这一个上帝所亲自拣选的 就是他的仆人 上帝会亲自 赐他的圣灵给他 其实呢 即是 什么呢 思想下耶稣受洗的时候 当水上来 天打开 圣灵好像甲子的 来 天有说话说 即是 其实在那里怎么样 在祝福着 高触着耶稣 在祝福着他 证明耶和华 和耶稣 这个洗礼 是意味着你的 事工的开始 你受到我的祝福 你是我所拣选的 祝福被高者 尼赛亚 都会想起 刚刚 救生没多久的 伊利沙伯二世 他呢 上皇位的时候 说回很久了 1953年 都是经历一个 这个受高末的 anointing 才开始他的皇位 今年的五月呢 我们呢 就会看到 这个查理士三世 国王 到他的 皇位 到时呢 会有一个 受高的 就是呢 大主教呢 会帮他抹游 祝福他 意味着呢 一个新的皇位 开始 他的统治 即是来到 耶稣的受洗里面 当 圣灵光临落 在他的时候 他受高 受祝福 上帝 开口话的话语 这个是我的爱子 我所阅纳的 同样的耶稣 在他受洗里面 被触高 开始他的事工 在当众 众人面前 看到 上帝的 动作 上帝的说话 上帝的祝福 这个就是 他所揀穿的牧人 他的爱子 他就是将会 成就耶和华堆 世人拯救计划 当我们知道耶稣的受洗的意义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后 跟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有何相连呢 可能读了很多次 主日学都说了很多次 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什么特别 当我们知道我们要看着耶稣 看着耶稣的时候 我们知道保罗说 当耶稣的洗礼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洗礼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天一样是有打开到 圣灵一样会降下来祝福我们 上帝一样跟我们说 我自己的洗礼呢 我就看不到天打开 我又看不到 将圣灵的甲子降到我身上 我又听不到天上开声 但是圣经和保罗都告诉我们 我们的确因为耶稣的受洗 经历他的受洗 我们同样经历耶稣一样的受洗 也都意味着耶稣他的受死和复活 我们亦同样因为我们经历耶稣的受洗 我们经历同样 当我们死后同样有这个祝福 有这个盼望 一样得到复活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有两个重点我们要知道的 一就是 当我们自己的受洗 同样被受祝福 受高的一样的时候 就是说当我们那一日受洗 无论是什么地点 什么时候 同样天父是喜悦的 同样我们是经历一个灰改的受洗的 我们愿意和我们前面聚说再见 我们来到主前面受洗 透过耶稣基督那一个新的生命 上帝是月纳 上帝是祝福 就是说当我们受洗完之后 我们每一个信徒 当我们每一句说话 每一个言行举止 每一个思想 都是什么 活在这个洗礼的祝福当中 就是说我们要学像耶稣一样 我们每一句言行举止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说话 每一个思想 每一个行为所做出的 都要怎样 将耶稣基督的爱和祝福 带到给身边的人 所以在前一个英国圣公会的大主教 Canterbury Rowan Williams 他写了一本书 就告诉我们 他说每一个信徒 都应该活在他受洗之后的生命上面 什么是受洗之后的生活呢 生命呢 Post-pastimal life 就是要在一些世界上 受到冲击、苦难、折磨、痛苦、缺乏的地方 要活出一个受洗的生命 即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每一个信主受洗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耶稣的脚步 将祂的盼望、祂的祝福、祂的爱 带到在世界一些黑暗、绝望、痛苦、受苦的地方里面 这样我们才能够 无负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这样我们才能够听到上帝对我们的声音 我的儿子我喜悦祢的 最后第二的就是我们听到天打开说的说话 或者那个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 刚才我说过我们经历的洗礼和耶稣洗礼 是应该说因为耶稣洗礼 我们要去洗礼 经历同样的洗礼 我们换句话即是一样 听到上帝的声音 会跟我说 John啊 你是我的爱子 你是我的子 我喜悦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慢慢 在我们祝福生命长大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失去了 忘记了原来我们 听这把声音 这把声音就告诉我们 听我们的身份 我们基金的尊贵 我们是上帝所拣选 所爱的 所宽恕的 透过耶稣基督 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往往听不到 再不记得 上帝在我们洗礼的时候 跟我们有一个祝福 这个说话 我们反而可能听到一些声音 令到我们远离上帝 从我们小时候的开始 可能我们拿到我们的成绩册 声音告诉我 你读书不够叻 你很蠢 你没用 在我青年的时候 可能我会听到我同学 告诉我 你不够 运动不够好 读书不够叻 不够有型 不够英俊 我不会接受你 到我做成人的时候 可能我比起我身边的人 比较 你赚钱不够我多 你没有我知识那么好 我失去了 我想起我在上帝里面的身份 后果就是我 不断地用尽我 所有一切的努力 去得到别人的阅纳 别人的认同 弟兄姐妹 如果你做了人一段长的时间 你都会很明白我在说什么 今天我们要记得的就是 耶稣基督的受洗 跟我们自己的受洗 跟我们的生命有多大的相关 让我们谨记 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 都是矜贵的 因为我们有个灰改 我们受洗 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同样受到这个祝福 上帝是喜悦的 上帝是高祝我们的 上帝是祝福我们的 上帝是为我听 你是我的爱子 我是喜悦的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不需要再一世的 被人牵着鼻子走 我们不需要再不断的去 做一些事情 令到别人去接受我们 认同我们 我们需要的只是上帝 我们的父神 当我们有一天 回到主面前 见到主的 我希望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能听到 上帝亲自跟我们说 我的女儿 我的儿子 你是受我越纳 我足够的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不只能帮到自己 我们也当去到一些时候 当我们面对一些 跟我们 我们叫做 很不适合 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人 说话 跟我们的 思想 跟我们的行为 跟我们的过去 完全不同的时候 我们不会很容易 就跳了去 一个 都不听 不是同声同气 我不需要付出我的时间 跟我们的爱 来应付你 当我们明白到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套 经历耶稣的仇势的时候 无论那些人 无论那些人 跟我们有多不同 无论那些人 对我们相比之下 在我们自己思想里面 跟我们有多远 我们仍然要尊重他 爱他 这样才能够 有一天我们能够到主的面前 回到天国的时候 能够听到天父 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的声音 我的儿女 我的爱子 你是受我越纳 我是喜悦的 谢谢大家